主記處在4月29號公佈了110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他統計全台灣的家庭的貧富之間的差距已經達到了66.9倍 差距之大超乎想像 主記處強調這個是所謂的高度自由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場的三位你們同意嗎 請問主委 貧富的這個差距確實是各國 他說這是高度自由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我們大概可以看出幾個趨勢 大概資本主義的國家貧富的差距一定比社會主義的國家還高 第二個全球化的結果 那恐怕這個必然會加劇 所以你是同意他的說法嗎 不是 這個基本上必然會加劇 但是呢 當然各國採取的政策是不是有效 好的 有政策 我不曉得 很好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相較於全球化的結果 大概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 好 謝謝主委 你倒是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不同意這是高度自由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那你剛剛談到政策 是的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您一個月的薪資是多少 這是公開的嗎 20到25萬之間吧 20 大概20萬左右 再加一個部長加級3萬9 對 所以將近20到25萬張 23萬9 對不對 25萬以內 好 那您認為您家的開銷夠嗎 當然坦白講 每一個人的家庭情況不一定一樣 對您來說 像我這麼節儉的人當然是夠了 但是重點在後面 好 我當律師的時候大概都是這個 好 20到23萬之間 因為你節儉所以夠 所以呢 您不向主計處公佈排名後20%的家庭 它的平均負債是405萬 我完全不同意主計處所說的這種說法 台灣社會的貧富不均 真的不是什麼必然的結果 它根本就是人為的政策惡果 我舉一個台灣半導體的產業來講 今年他們的產值是達到了新台幣5兆 政府對這個半導體產業 要電 給電 要水 給水 要地 給地 他們的稅金還特別的優惠 而這個產業的從業人員有32萬人 他們的平均收入是208萬元 政府給他們所有的優惠 但是獲利的80% 卻是被外資拿走了 好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觀光產業 按照2023年的產值 我們是7500億 然後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 觀光業的從業人力 2023年是22萬4618人 這項產業大部分都是服務業 他們沒有得到像半導產業那樣的 政府的支持 他們經歷過疫情的衝擊 他們期待政府能夠兌現 選舉之前的開放大陸觀光的選舉支票 可是又被民進黨政府跳票了 民進黨政府一直在講 等待對岸的善意 達到他所謂的對等尊嚴的政治訴求 因此就不惜綁架了觀光產業 把這些觀光產業的人 有22萬個家庭的升級 這22萬的升級 難道也是 所謂的自由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嗎 當然不是 我認為 這是民進黨 他們非常惡意的政策製造出來的貧窮惡果 觀光的人口數 從我們2016年的44萬人降到22萬人 一半喔 所以我們現在幾乎有一半的觀光產業人口的家庭 可能淪為了主計處所謂的20%的負債家庭 我們也看到非常多的新聞 非常多的報導 這些家庭根本是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在這裡要呼籲 我們的政府還有我們台上面的大關門 我們真的不要忘記了 我們的薪水喔 也有這22萬家庭繳出去的稅金喔 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想要操弄善意 而沒有得到對岸回應的時候 你們的惡意就會讓光光業的22萬個家庭 他們背負沉重的負債 他們已經快要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要再講一次 我要再講一次 貧富不均不是什麼自由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這是政府惡意操弄政策的結果 當我們拿著所謂人民的這些血汗錢 或者是看著人民已經要活不下去了 這些人民他們是會憤怒的啦 到時候他們燒起來 絕對不是現在我們打到的什麼弊端什麼弊案 然後什麼光電幫股票可以從他們資本額10萬現在到達這麼高 我想那會影響的是你們的政權喔 我就有兩個面向的回答 第一個我想任何一個國家 他確實他必須會有他的產業政策 也就是說他到底要發展哪一些產業 那這個當然有得有失啦 你強勢的你當然希望就像中國 他認為他的電動車會強 所以他高度的在補助 電動車 其他產業也一樣 所以這個各國到底他怎麼去決定 我們對半導體產業也是特別優惠啊 我也不是國歌會主委 那就看我們政府的政策是什麼 在這個執行的過程中 一定會產生偏差 這個偏差怎麼再去把它調整回來 所以我剛剛講到 所以我剛剛講到半導體產業 他們有32萬人口 但是獲利的80%全部都是外資 不見得是我們本國的人獲利 可是我們的政府卻給他這麼多的優惠 要電給電 要水給水 然後稅金又特別的優惠 所以端看我們的政府 到底在政策上面是偏袒哪一方 很顯然我剛剛以觀光業為主 我們的觀光業本來從平均有44萬人 一直到現在22萬人 我們少了一半 然後這一半又因為沒有開放 兩岸之間的觀光 所以造成這些人又活不下去 所以主委今天才會 我排這樣子的專案來跟您來做交流啊 我們是不是趕快要回台來看看 我回應你第二個 這22萬人才升級 如果你要認證這22萬人 有工作可以做 是要大陸趕快放他的人過來啊 他到現在才放馬祖而已啊 一年6500個人 一天不到18個 而且只有馬祖地區 你這次去應該是要求說 那你應該給台灣這22萬人有工作 這22萬人才會感謝你 是你不放你們的陸客來台灣 這竟然是要賺陸客的錢 主委 主委 對不對 所以我講角度的問題 主委 別忘了您的工作是人民納稅錢給你的 包括這22萬人 所以我們現在呼應 最好不要再設 所以陸委會成立的目的跟宗旨 就是希望能夠兩岸溝通 那您作為 沒有溝通嗎 我們沒有溝通 您作為這個位置 您最主要的就是好好去溝通 而不是一直在 你們都一直在溝通啊 而不是一直在這邊講說 那邊不是出善意啊 所以我最後我要大聲的講 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包括主委您剛剛的態度 你們口口聲聲一直說 要等待對岸的善意 我回過頭來 我看到的是 你們這個行為 就是對我們觀光產業 還有這些家庭 最大的惡意 好嗎 謝謝您